他整個又上一層 所以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他這次開學之前 我們得知說凱成的一個很好的朋友要轉學 那這個是他從kindergarten到大 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就很猛喔 他要轉學 我們家凱成就已經是很 很comotion的那種 就是交朋友他就是很慢 慢慢運量的那種 所以交了一個這麼好的朋友他要轉學 我就很難過 可是我看凱成他就沒有這麼大的傷感 那我就說他要走了 那你中午跟誰吃飯啊 那你中午吃飯完跟誰去玩啊 你沒有朋友去玩啊 他說不會啊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啊 我說喔 那他我就說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他說不會啊 我還有很多其他朋友 而且我今年有一個願望 我說什麼願望 他說我要 我要交一個朋友叫Jayson 在我們班上 我一聽了 Jayson 天啊 那個不是惡名招杖 那個小朋友 那個是全班霸凌的對象 而且班上霸凌到他 就是甚至排斥他 然後還恐嚇他 要他去死 要他去轉學了 就是到了這種地步 我兒子進來 今年的願望就是要叫他做朋友 我就說欸 OK 我說不錯不錯 你要交他做朋友 可是你不會 你不怕說 你也會被霸凌嗎 你不怕 你其他東西會排斥你嗎 他就跟我講這句話 他說媽咪啊 你只要你的心堅定 你就不怕 他就剛跟我講這句話 我說OK 好 也OK啦 那我就說 那要不要 要不要等你 比較有社會經驗 比較會保護自己的時候 再去幫助別人嗎 因為 因為我講說他 自己都 我就是怕他 我說你不會怕 會被學壞嗎 會被人家帶壞嗎 他就跟我講這心堅定 就不怕 我就說那你是不是要先施許 了解一下一些經驗 一些方法 然後再去幫別人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媽咪 你不用擔心我沒有社會經驗 所有的社會經驗都在佛法裡面 而且是最圓融的 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聽了 我說OK 這個很聖耶 我還要去笑壞一下 後來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是 他很清楚他要做什麼 他覺得他找到方法 所以他決定說 這個被霸凌的孩子呢 他覺得他要去跟他做朋友 他希望說 因為經由他跟他做朋友 其他的 其他的人也可以加入 跟他做朋友 所以說這個是他今年的願望 第一天他去上學的時候 他就回來跟我說 我今天有跟Jason說 Hello 我今天有跟他講話 我說很好很好 但是基本上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 為什麼我說我要懺悔的就是 像我 我這個做媽媽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就是很自私啊 當然就是說 為了保護孩子 但是還是很自私啊 然後 真的很凡夫的習性 就是會想這些 有的沒的這樣子 那 看到孩子 我就覺得他就 看到孩子就像覺得說 每一個孩子真的就是這種親近的本性 他們就不會去想這些雜七雜八 他們一心一念 就是想要做那一件事 就是很簡單 很親近的那份心 那 事實上每個孩子都是如此 他們的心都是污染 是我們父母去一直攬著他 那 因為我們父母的一些人生經驗 都覺得說我們比較知道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就是說 你們真的是有福報的 能夠把孩子帶來慈禁 接受這樣慈禧人文的教育 讓孩子熏透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底下 那 孩子呢 如果說 在這方面呢 真的是受教的 真的是他的 而且 又這樣他說 我覺得 我們做父母的 可以借用這個機會就是說 真的讓孩子 孩子多去看上人的開始 多去看上人的開始 跟著孩子一起去 因為上人事實上是最好的教育家 他真的 他說的那些 只要我們身體力行的話 真的可以讓孩子 我覺得孩子 如果說真的受教的話 基本上呢 他這一生 他絕對是有 是非的判斷能力 他絕對不會走偏 因為他會很清楚 什麼是對錯 那他整個的成長過程 會是很平穩的 這不就是我們父母 一直希望孩子能夠有的 就是平平安安 然後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辨是非 要怎麼樣去做抉擇 才不會走錯路 然後他這生能夠平平穩穩 然後好好的去成長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這一些 所以說基本上 我就發覺 凱成在看著人人菩提 在看著近世成語之後 我就覺得他就非常的清楚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然後他也用很圓動的方式 去帶人接務 所以我就覺得這父母 真的就變得很輕鬆 我也不用去跟他講什麼 因為每天都讓上人教 上人就在這裡 又是free free to charge 所以基本上真的是 我們可以好好的去 運用我們這些 手上裡有的 就是這些教材 讓孩子 讓我們自己跟著他 跟著上人一起去 學到這些智慧的發水 所以我想我在這邊 最主要就是要分享這個 我們真的是 在這個大時代 我們的教育 教育孩子事實上 是蠻容易的 因為你們都有福報 還到了這 如果說到外面 我不敢講 但是在這邊的話 真的所有的 都已經幫你準備好 那就是說 我們要去 要帶動 帶動孩子 跟著孩子一起去學習 絕對 真的是 我的感覺 我真的很感動 讓他凱晨這樣一路的走過來 我真的沒做什麼 我只有 我只有扯他後腿 我也沒有做什麼 幫助他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很清楚 我不可以 我知道方向 我也很清楚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不像在以前 那我現在心也是很定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也真是 謝謝凱晨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看到這一些 也把我帶得比較正 所以 所以 我是希望說 大家各位 有這樣的一個機能 你們又這麼有智能 至少比我有智慧多 你們都帶喊多 那我 我就覺得就是 需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塊 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多謝 谢谢大家